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沒有壞掉 這是 跟大家問好 我是 羽木 這是一篇 觀察 觀察什麼 觀察 生活的點點滴滴 夢幻屋 跟房子有關係 最想住在什麼樣的房子裡 這是 一則 觀察所以 有一定程度的改變 那如有 雷同 純屬巧合 一次 有一次參加 婚宴 一樁喜事 掀起兩家人 也讓我們 四個 彼此 失聯 多年的老朋友重逢 幸好 我們之中沒有人 需要高唱 同桌的你 或者是 婚禮的祝福 氣氛還 蠻融洽的 四個人 痛快的 大吃大喝 也 交換近況 或許 是 意猶未盡 我們另外約了時間 打算 好好的 敘敘舊 約定的那一天啊 雖然 天氣不倒 天空不作美 飄著細雨 但是 沒有人的失約 四個 都到了 起初呢 有點 擔心不知道 該聊什麼好 因為 這麼多年沒見 那麼 就是 志華 他先 開始 聊到房子 好多人 好多年 沒有見面 大家都有一些 經歷嘛 所以 遭遇 遇過事情 很顯然 大家對 房子都有 相當的心得 所以談話就 變得 比較熱絡 熱絡 與其說 是在聊大家 住什麼樣的 房子 過的時候是 大家心裡面 期盼住什麼樣的 風水最重要 志華他是 這麼認為 風水是 房子 最重要的一個 環節 志華他認為 就是 聽 就應該是 聽 聽是聽 躺是躺 這裡是哪裡 哪裡是哪裡 哪個房間 哪個房間 怎麼樣的格局 這個是最較緊的 好那這邊 是吃飯的地方 開門 不可以 開門不見照 開門就是 不可以看到 廚房 這邊是 臥室 床頭 不能夠 頭頂上有 橫樑 這些 那那個 喜德就 另外一個朋友 喜德 就 吐槽他 那房子才可以 這樣子 有風水的格局 小公寓哪 哪可以 人都不夠住 那志華是 覺得 那也不衝突 空間有限的話 就是 注意擺放的方式 也可以 用 一些 開運的 小物 讓 屋子 風生水起 喜德 喜德他們家 東西 比較多 每次都說 家裡東西 不能再多了 不可以再增加 但是東西還是不斷的長出來 所以 他認為 無論住什麼樣的房子 只要搞定 物品收納 等於 就是 已經住在 夢幻屋裡面 所以他認為 這是 收納 最重要的 家裡面有 一些 轉角 一些機靈空間 用適合的 櫥櫃 層架 去收納 不僅 空間感 變大 東西也不會 零零散散 我就問他 機關 這麼多 你 不會因此 找不到東西嗎 他說一開始 的確會想不起來 東西收到哪裡去了 不過 住習慣也就 沒問題 而且家裡 看起來很清爽 心情也會 比較好 那 輪到我說 我說我自己 會 擁有好心情的 夢幻屋 夢幻 絕對是 空氣流通良好的房子 尤其是 預測 浴室廁所 洗手間 的通風 不只是 要有排風扇 如果有一個 小窗戶 通風會 更好 我比較在意 通風 否則的話 就是 比較潮濕了 毛巾也會有 美味 生活 會比較麻煩 另外我也是 蠻 天好 浴室除了有 乾濕分離 最好 預測也可以分離 浴室跟 廁所 可以分開 他們就問我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有住過這樣的房子 一開始很不習慣 就是 會跑去浴室 但是 沒有辦法上廁所 原來 廁所在 另外一間 去浴室會找不到馬桶 但後來發現 其實 有朋友來訪 的時候 就不太需要 浴室收拾 那些私人物品 那就是 會 直接去洗手間 我覺得這樣也蠻不錯的 但是最要緊的是通風 方式通風 剩下 四個人 阿炳 還沒有講 他是我們 四個人裡面 境界最高的 會期待他發表一些 獨到的觀點 帶給我們 不意外的意外 因為他總是會說一些 境界很高的 他說 阿炳認為 夢幻屋 人最重要 不管是 住什麼房子 只要人對了 什麼都對了 這個 呵呵呵 大概懂他的意思 啟德 就跟他說 除了 除了人和 天時地利 人和 人和 人最重要 還有沒有別的 阿炳就不假思索 想都沒有想 脫口 就說 這還要問嗎 當然是 貸款已經繳完的房子 最夢幻 喜歡這篇觀察 讀者朋友 可以到我的網站 閱讀 這篇文章 也有 其他 對於 生活的觀察 謝謝 喜歡這้ 自動物 我 就 去 裏 爹